随着小舍得、小欢喜等影视剧的热播 片中几位母亲形象深入人心 鸡娃、教育内卷等词也逐渐出圈 5月9日是母亲节 妈妈们如何评价自己 平时是否会被教育焦虑困扰 这个母亲节有何新生 跟随镜头一起来看看吧 稍微有一点点严厉 就是在这个作业啊 还有学习方面管得比较严 我觉得他有的时候挺对我特别好 挺思想的嘛 然后但是他给我整体积来是真的急 应该算是猫妈吧 我觉得现在主要是培养好的习惯和兴趣 孩子刚上学的时候都是充满了各种期待 翻各种书 然后也是很积雪 但是慢慢的现在就心态很平衡 我觉得算不慢了 要求还是挺严格的 在学习上面我觉得他该会的 我就要求他一定得会 对 就是我是接受不了 比如说他们气魂啊什么这些事情 我是接受不了的 我不想当鸡妈 但是有的时候不受控制 你知道吧 他成绩不下来 还好还好一切都还好 成绩下来了 然后就不淡定了 有的时候努力啊 抓紧啊赶紧的那个什么 好好休息 抓紧学习 反正就这种话反正就开始多了 你知道吧 我有 特外班吧 班里的孩子们都报了 然后我们不报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我们会不如别的孩子 比如我孩子现在在小生初 那么我就在给他选学校 其实我也知道 不管你选什么样的学校 最后还是要看孩子的学习情况怎么样 但是这个周围环境啊 培训机构啊 给你打电话呀 说我给你小生初做辅导啊 就制造了这样一种焦虑 你没有办法 你在这环境当中啊 你真的会焦虑啊 焦虑来自于对比 我就不跟别的妈妈交流还好 社会环境造成的 我们没有办法 就在这个漩涡里 就像你 他们不是有一个影院的那个比方吗 前排都站起来了 你后排都不站起来 你怎么看电影啊 非常纠结 你说不 就是不盯着他吧 他的掌握不如别人 你还是会焦虑的 可是你盯着他呢 盯着他又怕他逆反 我花的时间蛮多的 主要都是 我觉得我现在为了他 我现在已经全职了 下了学 然后就开始跟他拼了 梦想啊 因为现在我都想不起来了 哎呀妈呀太多了 我原来是一年出国两次旅游的 但是有他之后 基本上从开始怀他就没有了 就真的没有自己了 真的没有时间 因为他带他去上课呀 接他呀 把全身心投入给他 就是到处走走看看呀 然后其实到各地方就去看书店 上书店 现在你上哪都得带着他 而现在他的乐趣就是我的乐趣了吧 可能喜欢养花啊 养草啊 就乳草啊 这样的一些事情啊 有孩子之后吧 我们只要以孩子为主吧 什么自己的兴趣啊 爱好啊 没有什么自己的这个生活 独立的空间 基本上都没有放弃了 母亲节我希望能有一天是完整的属于我自己的时间 我可以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 轻松一点 比如说在管孩子上面 我能擦擦手 然后让我自己去干点我想干的事情 平常没有什么时间 或者说是没有精力 跟他多聊聊嘛 聊的更多就是学习 我希望母亲节的时候 能和妈妈好好相处 放松放松 在家陪我妈 就是好好地待一天就可以了 母亲节这一天吧 就是放下所有的焦虑 然后好好地享受一下亲子关系 妈妈祝您母亲节快乐 希望您有一个美好的母亲节 我觉得妈妈她非常的辛苦 除了在工作之外 然后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花在了我的身上 我希望妈妈能在母亲节那天 稍微休息一下 也可以多放松放松 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希望在这一天 你们都能够开开心心的 希望每一个母亲都能得到孩子的祝福 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